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在白晋生活管理科学 了解到五大步骤 真正的生命的智慧 第一个,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所谓的十字路口 找不到方法,我们可以静下来完全交托给阿弥陀佛 再透过生命里面的苦难 我们才懂得真正的来做对话 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智慧 再来第二个,我们在人生高低祈福不定 我们还会懂得赞美,赞叹阿弥陀佛 让我们此生能够有在群体当中 得到立在品格的智慧 所以第三,这些品格都是从小 我们就要训练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在一个恶劣 甚至在不稳定,我们都还是懂得谦卑了 所以第三个,我们了解到谦卑 就是在日常生活 人与人当中的对话 我们都始终能够站在一个高度同理心 就像镜像神经元了 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第四个,我们看到每一个品格是要从自身 因为你懂得顺服下来了 所以我们的顺服的心 让自己的生命就像这一个迷惘的出口当中 找到这个光明 所以我们最后五个,你可以看到 太阳光就像佛光,就像这么明亮 但是我们会懂得回光返照 带来是更温暖,更清净 所以这些的清净之心都是代表我们人的品格 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真正的学习佛法 透过白净法CHO大脑神经元 观念创造十项世界 我们明摆之后,我们透过从白净法 从每个生活里面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了解到只有从每个当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白净生活管理科学 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的意图调理大脑,脑中小脑的生物结构 所以白净式就是圣洁,神经,柔软,谦卑,相密,相细的 我们正确的五个步骤 我们就让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 而且我们又可以活化 唤醒我们的记忆,每个当下 都能够透过真正的觉醒 所以这个品格的塑造就是我们的神经元 所以我们会从团队当中找到内在真正的平稳 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了 生命的智慧了